季秋冬初 菊有黄花 碎碎长风过 留下宫位无数的迷失 说有一道暖锅 汤尽菊花 曾为最尊贵的美丽添上颜色 太后慈禧吃爱菊 天凉使暖锅 定要采来语言上好的菊花几朵 温水内浇洗清洁 捡去焦黄无垢的残半 竹篮内立静 一味鲜鲁鱼 片下腹背嫩肉 鱼头鱼骨 薄油中煎黄两面 注入滚水 调成浓白鱼汤 菊也称女花 其可延年助荣年 由此俘获了那位至尊的红颜 一捧菊花投入汤锅 坠上枸杞 配菊最是舒风清热 略闷煮 便是清鲜锅底 太后的暖锅 总随着几个浅浅的碟子 如切得很薄的生鱼 今日人们食火锅 还最爱羊肉片 豆腐 清脆蔬菜 菊花与鱼肉 互增清鲜 沸腾的火锅 渲染了一整个冬季 中华爱菊三千年 这渊源绕紫禁城一圈 仍是抵挡了时间的痴情 无有菊饮 东有暖锅 任陈兴变换 落音缤纷的年华 依旧动人